小伙伴们眼前所看到的 画满涂鸦的木指式牌 你们还记得它吗 它非常有趣 当弹仔靠近后 就会这起蓝色火焰 可是小伙伴们 你们知道吗 随着新版本 弹仔岛的更新 这块木指式牌 已经被官方删除掉了 它已经永远地离开了弹仔岛 你们知道吗 众所周知 曾经的木指式牌 它所处的位置 就在弹仔岛蓝色摩天轮的左下方 如果你也在木指式牌周围玩耍过 那么请为它点个赞吧 根据我和学姐的研究 我们发现 靠近木指式牌 它这起的蓝色火焰 非常的友善 并不会伤害到我们弹仔 玩家弹仔在木指式牌上 玩耍它的火焰 就会燃烧起来 但是玩家弹仔身体上 并不会因此而受伤 而弹仔岛中 也出现过非常凶险的火焰 比如说红色火焰 弹仔靠近它后 就会被红色卷到天上 屁股都会这起了火来 可是就是这么如此好玩的 木指式牌 随着弹仔岛的新版本更新后 我和学姐发现 在蓝色摩天轮下 已经没有它的踪影了 对了小伙伴们 你们是关注不了我的 因为我设置了 只有弹仔大神才能关注 不信你可以试试 并且在最新版本 弹仔岛摩天轮左侧 已经变成了冰雪城堡 我的弹仔在冰雪城堡前方 寻找了很久 我们没有发现 木指式牌的踪迹了 这就意味着木指式牌 已经被官方永久地删除掉了 它已经永远地离开了弹仔岛 小伙伴们在未来的日子中 你们会想念 这个弹仔靠近后 就能这起蓝色火焰的 木指式牌吗